我只希望他不管是2026跟2028 再出來選 拜託 拜託 不要再拿 假老二或假老三的民調了 因為你拿出來 搞不好大家會講第三夫人 搞不好第四夫人 搞不好接下來 還是會把焦點放在這上面 那一段寫什麼 past history 就是說你要看一個人合作 你要去看他過去的歷史 欸 說真的 國民黨就是 這個已成待人 覺得不要去看你過去 跟民進黨合作的歷史 我們來試試看 才會落得我們 而且他說這個危機解密 是不是說朱葉倫是美國現人的那件事情 對 你不是 你講到扯到這種很細 然後好像在murmur 然後拿這種很細的 為什麼我剛才評論不講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很 很不OK嘛 你第三夫人 不是 你原本要當這個夫人 好 隨便 第一 第二 第三夫人的人 然後你講這種過去 跟這件事情毫無相干的 這種攻擊 這樣很不高明欸 我實在是不想講那三個英文字母 就是 這樣很不高明欸 對不對 這樣子很不OK欸 所以我覺得說佩儀姐真的 從時空縫隙啊 如果需要人一起把你拉起來的話 打給我 我們叫幾個人一起把你拉起來 也是很驚慫的 哈哈哈哈 放回去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放在這裡 喔 有沒有比你大啊 有有有 有沒有比你剛 這個不輸 我不輸 哈哈哈哈 這個佩琪最近喔 也是有點不甘寂寞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呢 她突然 又跟柯文哲情緒勒索了 她說呢 這個不然我們來離婚好了啦 林桃你覺得常常會把離婚掛嘴邊的女生是發生什麼事了 我是覺得通常感情好我們不會談到離婚這兩個字啦 那我覺得佩琪姐蠻神秘的 就是說你注意喔 她上次啊 不是那個柯P啊 她在騎腳踏車 一跌倒 每幾個小時她寫超大篇 跌倒給我的暗喻 給我的啟示是 巴拉巴拉巴拉 寫超多 然後這一次又講 那那個會就是嘲弄她是第三夫人 這叫Grace 就是Grace Grace每天講說這第三夫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覺得就是說 在整個的台灣民主的過程中 大家在這個民主的評論的過程中 就講講而已嘛 你如果是這麼大的工作人物 然後你每天都要參與公眾的討論 你怎麼會怕人家講呢 那你怕人家講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再寫臉書了嘛 你不要寫臉書人家就不會把教典放在你身上嘛 他受不了啊 對 那所以就很奇怪 每次他說第一時間 而且第一時間我認為啦 我認為沒有那麼剛好啦 每次都寫得很精準 剛好補柯文哲沒講的那一塊啦 而且你自己看嘛 他就說為什麼你要罵這個柯文哲毀約 不檢討當初搞出的浪發民調 欸 民調我還沒講欸 裡面 這個結果證實什麼 證實世話民調是準的啊 你們台灣民眾黨還要把世話民調拿掉欸 對不對 那我也會講啊 你幹嘛把世話民調拿掉 那世話民調全準 你的手機民調才是不準的 而且大家知道為什麼會有第三夫人嗎 各位第一次講的時候 他的論述其實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常常是假老二的民調嘛 可是你變成第三夫人 他都是這樣的論述 從你自己出發的嘛 所以我現在站在比較正面的這個解讀 我只希望 他不管是2026跟2028再出來選 拜託 拜託 不要再拿假老二或假老三的民調了 因為你拿出來 搞不好大家會講第三夫人 搞不好第四夫人 搞不好接下來還是會把焦點放在這上面 所以我真實的 真實的覺得 有時候喔 不要常常把這個離婚放在口中啦 就是夫妻然後大家把公跟私領域分開啦 就是你跟你的先生的互動 然後你的手機要藏在你枕頭下面 都沒有關係 但是 大家還是想要聽的是科學理性務實的檢證 民調的檢證 路線的檢證 然後呢 簽約完之後你不能毀約的檢證 我覺得全民看的是這個 好 這個 陳佩琪當然是互夫心切啊 這我們可以理解啊 但我們來看下一張 朗東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陳佩琪本身自己是醫生 然後現在大家這個很多網友就覺得說 欸你為什麼一直掉在這個113那天的時空裂縫裡面 走不出來呢 每天一下說 我要跟柯文德離婚 一下說 我老公沒有輸 阿伯沒有輸 欸 可是網友投票說 柯文德輸了就是輸啦 再來是呢 我們剛剛提到嘛 陳佩琪自己本身是醫生 很多這個心理醫生呢就是在幫大家整理說呢 人齁要走出傷痛有五個階段 就像我失戀了 或是我今天遇到一個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我會先否認說 沒有沒有沒有這件事情都沒有發生 然後再來就憤怒 然後接著討價還價 接著會很沮喪 但是最後會接受 但是呢今天已經這個2月29號了 陳佩琪在113的時空裂縫走到今天呢 看起來朗凍 他是不是還在第一階段 對啊 因為像民眾黨在立法院啊 雙簧已經到第五階段了 接受事實並開始新的生活嘛 招偉都有親友支持國民黨 那陳佩琪跟柯文哲他還有一些情緒啦 還是在憤怒跟討價還價的這個 第二階段這邊 至少他老公走得比他前面 對 我覺得這有意思是因為我也是陳佩琪忠實讀者 為了要去了解他有沒有去傳播一些 柯文哲這個意思 過程當中也受到一點職業傷害 因為要一直去解析他的文章 是非常消耗腦力的 那先講他離婚這一招 就是上一張的時候 這一招在2014年10月2號的時候就有用過 因為那時候就問他說 這個如果柯文哲選上台北 那時候柯文哲還沒選上市長 柯文哲說選上市長 會不會有這個乾證的問題 人氣乾證 所以說不然我就離婚好 陳佩琪這招用過 這次又再用 他其實在去用這個第三夫人這個梗 就是吸引目光 這樣媒體比較會報導 就有點像是我故意穿個黃褲子 網友就會問一樣 這是一種吸引目光的方式 但是重點還是他內容 為什麼剛剛林涛那麼生氣呢 我跟你講 陳佩琪這一段 他裡面有一段話講說 為什麼沒人檢討這種方式的對錯 到底是誰發想的 是誰破壞在野整合的 就講那個民調那件事情 就罵朱立倫嘛 所以民調就不開心了 就說什麼時候選完了 你還在罵朱立倫一樣 那因為對於柯文哲來講的話 他確實感受到就是說 他對於很多藍營的這個群眾 這個吸引力大不如前 那藍的覺得說 你票投出來你就第三啊 那你為什麼當初不好好跟國民黨和呢 之類 所以他又就是抽 他跟陳佩琪就一直去解釋 說其實那個時候沒有說不和 只是那個民調的方法不知道是誰發想的 發想的那個人 其實就是朱立倫 破壞在野整合 他就意思就是說 破壞在野整合的不是柯文哲 不是我老公 是發想的那個人 朱立倫跟朱細的幕僚去破壞 他的那個民調制度太差 如果那個制度沒有那麼差 例如說大家不要讓來讓去 就公平的去比還幹嘛的 不要因為奇怪的制度的話 說不定柯文哲就比蘇二他也願意合作 那就是一個假設啦 所以意思就是說 柯文哲沒有要直接跟國民黨完全作對 只是在去年的這個藍白河過程中 是因為個人的一些因素 其實就是朱立倫 所以談不上 他是這個推卸責任的這個方法 他 對 因為他最後一段 因為我剛才其實我有閱讀 陳佩琪的完整 剛才我刻意一直露這一段 但是市長東馬上講出來 那一段寫什麼 Past History 就是說你要看一個人合作 你要去看他過去的歷史 說真的 國民黨就是這個已成待人 覺得不要去看你過去 跟民進黨合作的歷史 我們來試試看 才會落得我們 而且他說這個危機解密 是不是說朱立倫是美國現任的那件事情 對 不是 你講到扯到這種很細 然後好像在murmur 然後拿那種很細的 為什麼我剛才評論不講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很不OK嘛 你第三夫人 不是 你原本要當這個夫人 好 隨便第一第二第三夫人的人 然後你講這種過去跟這件事情 毫無相干的這種攻擊 這樣很不高明耶 我實在是不想講那三個英文字母 就是這樣很不高明耶 對不對 這樣子很不OK耶 所以我覺得說佩儀姐真的 從時空縫隙啊 如果需要人一起把你拉起來的話 打給我 我們叫幾個人一起把你拉起來 那這個波基 你有沒有研究過這個心理學啊 在陳佩琪這種症狀 你覺得在心理學上 他是什麼症狀 我覺得已經沒有辦法用悲傷五階段 來去分析他了 還是他才有比否認更前面的階段 就是因為他太愛柯文哲了 所以呢 這個他所有的這些文字裡面 就是充滿的叫做主觀 在愛的世界裡面 是沒有容不下伊莉莎 所以呢 任何人敢出來欺負我柯文哲的人 我通通把你打一遍 他那篇文章的嘲諷性意味很強 所以如果真的是真愛 又怎麼會長到離婚 可是我們第一個我們先來談 請問過去台灣大部分的政壇的 就是說有頭有臉的人物 夫人會一天到晚講老公的這個是非 然後呢寫在臉書上面的有嗎 你印象中有嗎 安琪也是很資深的記者 你有看過陳佩琪以外 有任何一個台灣有頭有臉的 是老婆每天在寫夫人 或是說先生每天寫太太 他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陳佩琪就是No.1 所以呢 他不是第一夫人 他是第一 這個叫做太太 就是說全台灣的政壇只有他 他是第一個 那可是這個做法 對柯文哲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在他的同溫層裡面都沒有問題 就是在那個愛柯文哲的環境裡面 所有人都可以互相包容 那個叫愛與包容 老草們都可以接受 可是在非你同溫層裡面 你寫這樣的文章 我必須說只會讓柯文哲的同溫層 越來越 越來越薄 就是你們這一群人以外 是沒有辦法感受到這個頻率的 所以台灣的政壇 比如說這八年 蔡英文當總統 有第一夫人嗎 沒有啊 沒有人在乎誰當第一夫人 老實說沒有人在乎 周美欽當第一夫人的時候 根本不想當 對 那時候有個很有名的故事 周美欽 這個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 周美欽還是照常去上班 而且還坐公車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他想要搭公車 所以呢 隨後呢 就得要跟著他上公車 後來國安局說 拜託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這樣我們為安很難處理 後來呢 他就說那我搭計程車 結果居然國安局那時候是益州刊的報導 當然國安局否認 但是益州刊的報導說 國安局還弄了一台 變裝的計程車 專門去載 就是只要這個 周美欽只會出門 他們就會開過去接周美欽 後來 周美欽就乾脆辭掉工作了 所以我說當第一夫人 沒有好處的 你沒有辦法做自己 好 可是陳佩琦一直在做自己 我剛剛強調的就是 陳佩琦在台灣政壇 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配偶 他不斷的在 不管用文章去攻擊政敵 捍衛自己的另一半 可是都不要忘記了 今天陳佩琦在民眾黨有職務嗎 他在台北市政府 過去台北市政府 他有一個叫做 市長夫人的職務嗎 其實沒有 對 那個都是叫做尊敬 就是說 市長嫌抗力 一起出席活動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 你實際上是沒有所謂的公權力的 可是在他的臉書裡面 你會覺得他才是影響 柯文哲最大的那個人 那這個狀況會變成說 比如說 他裡面講說 我也可以 下次如果你要選 我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陳佩琦會扣分 我也可以寫好 那個什麼離婚協議書 讓你使用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話 真的大可不必 當然他是要證明 他有多愛柯文哲 可以愛到 讓我連離婚 我不要這個名分 都沒有關係 這是愛 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愛 所以林涛不要去分化 對 因為這個愛是 這個無可分化的愛 我跟你講 這種愛是超過了民憤 對 大愛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 歡喜作感玩笑 那種感覺 可是 可是這個對 我必須講 這個對民眾黨沒有好處 尤其民眾黨未來要發展成一個 比較健全的政黨的時候 如果永遠都是 柯文哲與陳佩琦 在主導整個政黨的脈絡的話 對一個 新興的政黨 是沒有好處的 那林涛你覺得 柯文哲會不會很想把 陳佩琦的手機收起來 還是乾脆把他的Wi-Fi關掉好了 我覺得相反 其實他很鼓勵 陳佩琦把 他對他 他也很享受 對 他享受 因為他覺得說 為什麼除了小草之外 這些政論的大家評論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他覺得自己不懂他 你們可不可以 都像陳佩琦一樣 看到最美好的柯文哲 我覺得他可能會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說 你怎麼都這麼不了解我 可是 只有陳佩琦了解你 而且我贊同 我們柯琦克的說法 就是說如果台灣民眾黨 現在看起來 新北市 陳志軒把那個小草組織化 那我覺得走的方向是對的 就是說 台灣民眾黨如果要走一個 健全的組織 你就不能始終是 三大核心幕僚 陳佩琦 柯媽媽跟柯美蘭 你如果每次都是 三大核心幕僚的話 那基本上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家政黨嗎 那家政黨的話 會減損科學理性務實的味道 而這個味道 其實說真的 對柯文哲出來選都沒有傷害 可是對於台灣民眾黨派出去的人 接下來2026的縣市首長 或是縣市議員都是傷害 因為大家會覺得你們是一個 反正家政黨嘛 你們沒有一個紀律在那邊 然後你們沒有一個價值在那邊 然後你們這些人只是因為現在柯文哲勢力或聲勢很大 你還依附著他 所以我覺得他某種程度 為了自己想之外 真的要為了接下來台灣民眾黨 整個政黨跟這些推出去的民意代表的參選人 好好想一想 朗東這個有網友留言說 所以娶妻當娶陳佩琪 對啊 這樣一想 然後突然看到上一張照片 就覺得陳佩琪好像變得更美了 他有一個很美的心 去對他的丈夫啦 我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對象 突然間有點羨慕柯文哲 因為陳佩琪他講這個 算是有點講出柯文哲的比較陰暗的 比較憤怒的那一面 因為如果由柯文哲本人 去講這一些抱怨朱立倫的事情 而且用影射的方式去講話 有損政治高度嘛 陳佩琪這樣講 我覺得對於柯文哲也有一種療傷 跟宣洩的效果 可是從長遠來看 我覺得陳佩琪真的功能是說 他一開始會紅啦 或是會有影響力 是因為他雖然是台北市長的夫人 可是他表現出一夫很親民 然後很生活 然後很天真的這個樣子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可以說 去騎騎U-bike 然後去罵一下講 為什麼要免費 還是說去買買菜 說這個菜價又變貴 去罵民進黨 走生活化發文的這個路線 不要再陷入過去的這個泥鬧當中 那個對於民眾黨的發展 是幫助不大 他就走他的這個醫生兼一個 生活化的這個柯文哲的這個好夫人就好 那對於政局不要直接去討論這個方式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有點膩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